提起汉朝这段历史 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汉高祖刘邦 汉武帝刘彻 刘邦之所以备受推崇 是因为他建立了汉朝 汉武帝之所以备受推崇 是因为他善用武力 实际上在刘邦和汉武帝之间 存在着一段高光时刻 这便是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时期 很好继承了刘邦打下来的江山 并将其打理得井井有条 汉武帝之所以能名垂青史 也是因为文景之治打下的基础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汉武帝就是在吃文景之治留下的老本 但这段高光时刻一直被忽略 以至于很多人不知道文景之治的存在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段历史 篡政乱全长达十几年的 吕氏家族被消灭后 各路功臣元老们齐聚长安 他们聚集在此的目的只有一个 那便是商讨雍丽新皇帝 虽然后少帝刘弘 仍然是大汉名义上的皇帝 但大臣们并不承认他的合法性 当初吕后用欺诈的手段 把别人的孩子抢过来 然后杀掉孩子们的生母 让汉汇帝刘盈承认这些孩子是自己的儿子 并把他们立为诸侯王 以此来巩固吕家的势力 如今吕氏家族已经被灭 大臣们迫切的需要 将这些假冒的刘氏子弟清理出去 防止他们长大成人后 对老臣们发起清洗 大家对废掉少帝刘弘仪式没有意义 他们讨论的是新皇帝人选 经过一番商讨 他们将人选定在了刘氏诸王中 其中齐王刘湘的呼声最高 刘湘是刘邦的长孙 在平定吕氏家族的过程中 刘湘是第一个扛起樊吕大旗的 于情于礼 刘湘都应该成为下一任皇帝 就在群臣默许此结果的时候 狼牙王刘泽站出来 表示坚决反对 此前刘泽被刘湘软禁起来 因此怀恨在心 为了不让刘湘当皇帝 刘泽提出了一个观点 他说 刘湘的舅舅四军在齐国当政时 风格非常残暴 如果让刘湘成为皇帝 势必会把四军带到长安 四军为了稳固自身势力 会培植自己家族子弟 如果把握不好 四军会成为下一个旅后 刘泽的话 像是一个惊雷在群臣内心爆炸 大家刚经历了旅士家族之乱 再也不想重蹈覆辙 此外 刘湘和弟弟刘章 在此次评判旅士当中的功劳太大了 其他大臣的功劳 在他们面前显得微不足道 如果刘湘做了皇帝 会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 不会对大臣们感激 因此 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刘湘称帝 排除了刘湘之后 大家又在刘邦在世的儿子中 寻找候选人 此时只有刘邦的四儿子刘衡 和七儿子刘长在世 这两人此前都不受刘邦重视 在平定旅士的过程中 也没有多大功劳 但因为他们是刘邦的亲儿子 所以就有资格继承皇位 经过讨论后 寻臣决定推举刘衡为皇帝 抛去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 刘衡之所以能获得支持 是因为他性情温和 他成为皇帝后 对大臣们的危害最小 陈平和周伯对于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于是派人倒带地接刘衡进京 商讨继位之事 面对天上突然掉下的馅饼 刘衡表现得十分抗拒 他从未想过皇位 能和自己发生联系 刘衡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于是召集身边的谋士前来讨论 其中大部分人觉得 不能前往京城 此时的京城还被诸位大臣们控制 去了京城只能成为傀儡 但有一个人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此人名叫宋昌 他建议刘衡 应该果断前往长安继位 宋昌认为 在此次平定旅士叛乱的过程中 大臣们都一致地站在刘氏这边 只有刘氏登基为帝 大家才能获得最大的利益 此时不会有人傻到推翻刘氏江山 与众人为敌 大汉皇位并非是个烫手山芋 可以放心地坐上去 目前最有资格继承皇位的 只有刘衡和刘长 一直以来 刘衡在代帝的口碑非常好 而且又比刘长年长 只有刘衡继位才能顺应民心 综合来看 京城的大臣们推举刘衡为帝 并不是包藏祸心 因此可以放心前往 宋昌的这番分析非常到位 刘衡听完分析后 内心燃起了登基称帝的冲动 不过 刘衡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他见惯了皇家的冷酷无情和尔虞我诈 一时间拿不定主意 于是决定通过占卜策击凶 以此作为是否前往京城的依据 从现在的角度来看 这种做法属于封建迷信 但在2000年前 人们是比较相信天意的 刘衡招来当朝太史 在众人面前用硅甲进行占卜 后来 太史通过卦象告诉刘衡 他天生是帝王之命 应该火速进京继位 刘衡占卜的行为 一方面是为了给自己信心 另一方面也是做戏给他人看 用占卜的方式来告诉大家 他登基为帝乃是天意 为了保险起见 刘衡并未即刻启程进京 在进京之前 他派出自己的舅舅伯昭来到长安 到周伯府上拜访 之所以拜访周伯 是因为大汉中央军权 掌握在周伯手中 周伯知道伯昭此行目的 他诚恳地告诉伯昭 寻臣拥护刘衡为帝 并非心血来潮 而是认真商讨的结果 他本人一定会全力拥护刘衡 请刘衡放心前来登基 拜访完周伯后 伯昭又拜访了其他当朝大臣 得到的回馈都是一致的 事已至此 刘衡认为 登基称帝的风险系数 已经非常小 便踏上了进京之路 为了表示对宋昌的感谢 刘衡将其任命为自己的参程 让他紧跟旁边 刘衡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 同时也是一个演技高超的人 他的演技和刘邦不相上下 这也是一个皇帝应该具备的能力 当初刘邦就是凭借高超的演技 把群臣拿捏得服服帖帖 刘衡虽然内心十分想当皇帝 他也笃定 大臣们也是真心拥立自己 但他想营造出一种被迫上位的感觉 不想留下任何把柄口舌 当朝丞相陈平 看穿了刘衡的心思 他知道此事急不来 于是陪着刘衡一起演戏 当时后少帝刘衡还未退位 名义上还是大汉皇帝 为了让称帝的过程合理化 陈平让刘邦的大嫂 二嫂 吴王刘弼的母亲 狼牙王刘泽以及其他宗室人员 列侯在倡议书上签字 向世人表明 费力少帝刘衡是大家共同的决议 让刘衡放心登基 即便作戏做到如此地步 刘衡还表现得犹犹豫豫 后来 陈平演剑一直拖下去不是办法 于是带领群臣在刘衡面前常跪不起 刘衡知道 不能继续演下去了 于是 贾庄十分为难地接受了地位 他同时表示 如果将来刘家有更贤德的人愿意做皇帝 他愿意将皇位拱手相让 群臣见刘衡答应登基 都高兴地手舞足蹈 连忙拱手谢恩 如此看来 刘衡的演技比起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 对于群臣拥立刘衡做皇帝一事 后少帝刘衡并未参与 此时的他依然在魏央宫中 魏央宫是皇帝的住所 为了给刘衡腾地方 大家决定让夏侯英和刘兴居前去劝离刘衡 此时刘衡身边仅有几个侍卫 没有任何大臣支持他继续做皇帝 他自知大事已去 便搬离了魏央宫 就在刘衡离开的当晚 他便被杀掉 一起被杀的还有梁王刘太 淮阳王刘武 以及常山王刘朝 这几个人都是旅后 为汉惠帝刘衡找来的儿子 具体谁杀了他们 史书上并没有记载 但可以明确的是 只有杀掉他们 刘衡才能安稳地坐上皇位 公元前179年 刘衡正式登基为帝 他便是著名的汉文帝 文帝登基后 首先考虑的问题 就是如何重新分配利益 大臣们之所以支持他登基 就是想从中攫取利益 在刘衡登基的过程中 有几个人的功劳是非常大的 分别是右丞相陈平 太尉周伯 大将军冠英和刘章 刘兴居兄弟俩 就在刘衡不知道 该如何权衡陈平与周伯之间的利益时 陈平首先做出了谦让 陈平作为一个成熟的政客 非常善于在帝王面前左右逢源 这种行事方式 让他混得如鱼得水 但也让他落了一个坏名声 在吕氏被消灭之前 陈平没少拍吕后的马屁 对于陈平的人品 刘衡也有所耳闻 他对陈平的为人颇为不屑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客 陈平读懂了刘衡的心思 他明白 要想继续在朝中立足 必须以退为进 于是他主动表示 把右丞相的位置让给周伯 此举让刘衡对陈平的印象大为改观 陈平主动出让利益后 刘衡便敲定了各方面利益 他任命陈平为左丞相 任命贯英为太位 增加刘璋和刘兴居的封地 并赐予他们赏金 除此之外 刘衡还下令将吕氏占领的封地 尽数分给了刘氏子弟 同时 给被吕后害死的几个兄弟追封 让他们的后代承袭爵位和待遇 解决完利益分配后 刘衡便开始着手施政 刘衡是一个非常宽厚人意的人 他虽然生在帝王家 但他和他的母亲伯夫人 品尝过底层的人间凄凉 尤其是他的母亲伯夫人 只被刘邦宠幸过一次便失宠 后来被打发到冷宫中干杂活 这种经历 让刘衡非常孝顺自己的母亲 同时 他也号召全天下大兴孝道 华夏著名的二十四孝徒 就是在汉文帝时期编撰的 其中就收录了汉文帝刘衡 为母亲亲尝汤药的故事 正是因为品尝过人间疾苦 刘衡在施政的时候非常仁慈 他首先废除了连作制度 这个制度是战国时期 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法令 当时 商鞅为了巩固秦国的统治 鼓励夫妻之间 父子之间 朋友之间 相互检举揭发 并实行一人犯错 全家连作的惩罚 检举之人可以免除刑罚 这种法令是在鼓励人性的恶 是逆人性的 但对于统治阶层来讲 这种法令非常便于统治 秦朝统一后 继续沿用了这种严苛的律法 而汉朝承袭了秦朝大部分法令 起初 在废除连作法令的时候 一些官员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 只有这样 才能防止百姓作乱 一旦废除法令 就会助长民间包庇的风气 对此 刘恒说了一番鞭辟入理的话 刘恒说 只要法令公正合理 百姓自然就忠厚老实 各项判罚得当有效 百姓自然会心悦诚服 官吏的本职工作 是引导百姓向善 而不是把他们当作 刁民处处提防 如果用不合理的法律 来惩罚百姓 反而会逼迫他们 干更恶劣的事情 刘恒这番话 非常具有前瞻性 即便放到当今世界 也依然适用 一些官员出于懒政思想 总想通过一刀切的方式 来达到理想的效果 但往往适得其反 只有因地制宜 因势力倒地进行教育指引 才能让百姓向善 同时也能约束官吏 不作为乱作为 刘恒能在2000年前提出这种观点 并将其付诸于行动 实在是难能可贵 刘恒登基一段时间后 大臣们开始上书 建议策立太子 策立太子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很多王朝内乱 都是因为争夺皇位引起的 而早遭的策立太子 能一定程度上避免内乱 对于大臣们上书 请求策立太子一事 刘恒表示 他刚登基不久 百姓们还未完全享受到他的福责 他不知道自己 是否能完全胜任皇帝这份工作 如果此时策立太子 就相当于把其他贤者当皇帝的道路给堵死了 他这么做有愧于苍生 因此策立太子一事要暂缓进行 刘恒内心也许真是这样想的 或许 这只是他在众人面前的表演 无论如何 他的这番话迎来了一片贺彩声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大臣们也明白了刘恒的行事风格 他们知道 刘恒这位皇帝身具雄心大志 但在做事的时候比较矜持 他不想让人觉得他是个公立的皇帝 所以很多事情需要大臣们催着他去做 刘恒之所以不想策立太子 是因为他的皇位得到的过于容易 一些刘氏长辈和同辈兄弟心里怀有怨言 如果不能彻底堵住这些人的嘴 策立太子反而会带来麻烦 大臣们了解完刘恒的心思后 不但没有停下策立太子一事 反而加快了节奏 为了不让刘恒难做 大臣们引经据点 向刘恒提出了三个策立太子的理由 大臣们表示 从商周开始就有了传位给儿子的传统 而且本朝高皇帝刘邦就是这么实行的 并将其确定为制度 既然前朝先贤和刘邦都沿用这个制度 说明这个制度是合理的 谁要是反对 就是违背高祖的意志 破坏本朝的规矩 这三个理由让其他刘氏子弟心服口服 同时也让刘恒可以毫无心理压力地进行策立太子 最终刘恒策立长子刘启为太子 策立太子结束后 寻臣紧接着上书 请求刘恒策立皇后 在选皇后的问题上 刘恒没有过多矜持 而是将刘启的母亲窦衣房封为皇后 窦衣房就是后来有名的窦太后 窦衣房的经历非常曲折离奇 她本是穷苦人家出身 后来被送到宫中做了宫女 并留在了吕后身边 当时吕后为了拉拢刘氏诸侯王 在宫中挑选了一批有姿色的宫女 分给各个诸侯王 窦衣房因为颇具姿色而被选中 当时窦衣房想回到家乡赵帝 于是花钱疏通关系 希望能被分到赵国 但因为种种原因 窦衣房被阴差阳错地分到了带帝 为此他非常伤心 甚至动过逃跑的心思 但窦衣房来到带帝后 被带王刘恒看重 将其收入后宫做了妃子 并为其诞下两儿一女 儿子便是刘启和刘武 女儿名叫刘朴 当时刘恒有郑氏王妃 并且在窦衣房之前 为刘恒生了四个儿子 在这种情况下 刘启根本没有机会成为太子 后来郑氏王妃突然染病身亡 他的四个儿子也相继夭折去世 刘启成了最年长的儿子 基于母平子贵这个规律 当刘启被策立为太子后 窦衣房也顺利地成为了皇后 成为了后宫之主 在刘恒称帝的这段时间里 虽然他没有做出丰功伟绩 但上到诸侯大臣 下到平民百姓 都从中获得了利益 刘恒在民间和朝堂中的声望 越来越高 他的地位也因此越来越稳固 刘恒是一位低调的皇帝 但并不是一位没有野心的皇帝 在封建王朝 要想实现野心 就需要权力高度集中 集中权力最好的方式 便是人事调整 把重要岗位上换成自己的人 就能实现权力集中 显然 刘恒是明白这个道理的 当时刘恒进京的时候 身边带了六个心腹亲信 这其中就包括 历见刘恒入京称帝的宋昌 刘恒想把这六个人提拔为九卿 占据国家的核心职位 但这种大级别的调整 必然会触及到 其他势力的固有利益 这些利益群体 包括刘邦一朝遗留下来的老臣 分布在各地的诸侯王 跟驻守各郡的郡守 和负责皇帝安全的宫廷守卫 为了能在核心位置上安插亲信 刘恒先对原有的既得利益群体 大肆奖赏 奖赏的核心就是给钱 给地 给人 这些原有的利益群体 眼见刘恒如此大气 便不再阻挠他安插亲信 就这样 刘恒将跟随他入京的六位亲信 提拔到九卿之位 进一步实现了对权力的把控 眼见刘恒对权力的把控越来越纯属 大臣们都逐渐收起了锋芒 在皇帝面前建好就收 但有些大臣自恃劳苦功高 凭借自身的老资历 没有给予皇帝充分的尊重 这其中最骄横跋扈的就是周博 周博自认为 自己有平定吕氏家族的功劳 加之自己身居又丞相之职 经常不把刘恒放在眼里 起初 刘恒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皇帝的宽容忍让 并未换来周博的理解 反而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 后来刘恒发现 对大臣们恭敬 并不能换来尊重 反而会让帝王的威严慢慢消失 为了进一步树立威信 刘恒决定敲打一下周博 一次偶然的机会 刘恒将周博和陈平叫到跟前 他先问周博 大汉一年需要判决的案件数量有多少 对此周博回答不上来 然后又问他 大汉一年钱粮收支多少 周博仍回答不上来 对于这种具体问题 高高在上的右丞相 不知道也并没有什么不对 但刘恒是想借此来敲打周博 身为右丞相 如果连这些关乎大汉根基的问题 都不知道 那丞相的作用是什么 武将出身的周博 在辩论面前显得非常吃亏 刘恒继续问左丞相 陈平同样的问题 陈平同样没有回答上来 但陈平告诉刘恒 每个官员指责分工不同 要想知道大汉案件的数量 可以去问庭位 要知道钱粮收支情况 可以去问智宿内史 丞相要承担安抚诸侯 爱护百姓 稳定大局的作用 同时还要监督各级官员 各司其职 以此来维持大汉的正常运转 面对刘恒提出的同样问题 周博和陈平 做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回答 这番回答 让刘恒见识到 陈平的口才着实不凡 同时也让周博感到异常惭愧 一向鞠躬自傲的周博 在皇帝面前被错了锐气 经过一番考量后 他决定辞去又丞相之职 否则很有可能晚节不保 面对周博的请辞 刘恒欣然接受 此后 刘恒并未设置又丞相 而是由陈平独揽丞相职务 周博辞职后 那些鞠躬自傲的大臣 知道刘恒虽然非常人厚 但在裕人方面非常有手段 连周博这种厉害角色 都被收拾得服服帖帖 便不敢在刘恒面前张扬 皇帝的威望是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 尽管大臣们在刘恒面前表现得毕恭毕敬 但他们想看 刘恒在对外方面有没有真本事 恰好此时 南越国争端问题尚未解决 在吕后执政后期 一向对汉朝俯首称臣的南越国背叛了大汉 南越王兆陀宣布与汉朝决裂 南越王之所以与大汉决裂 是因为吕后禁止南越从中原购买铁器 铁器是制造兵器和农具的主要来源 吕后此举是为了限制南越国的发展 这让南越王兆陀感受到不被信任 因此便宣布脱离汉朝 为了表示脱离汉朝的决心 兆陀决定在南越称帝 自封为南越武帝 然后又出兵攻打长沙边境 并侵占了长沙几个县 兆陀本是中原人 老家在恒山郡甄定县 秦朝时随军到了南越 并慢慢成为南越一带的霸主 吕智为了报复赵驼 先是派人到到赵驼的老家 将他的亲朋好友抓了起来 并杀掉了其中一些 并将赵驼老家的祖坟给平掉 然后又派出大将周灶前去讨伐赵驼 后来吕后去世 周灶暂时停止了进攻 驻扎在南越边境一带 等候新的指示 文帝刘恒上台后 这个问题便交到了他手上 客观来看 刘恒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 双方之间没有和解的可能 大臣们也主张继续攻打南越 但刘恒却另辟蹊径 他决定以和平的方式 来解决这场争端 为了表示和平的诚意 刘恒派人到甄定县 修复赵驼老家的祖坟 并为其修建祠堂 派专人进行守募 对仍然在世的赵驼的亲朋好友 刘恒进行大肆的封赏 做完这些铺垫后 刘恒亲自写了一封长信 在信中 刘恒以非常诚恳的语气 和赵驼沟通 刘恒表示 此前 吕后在处理问题方面 过于简单粗暴 没有考虑到南越国的实际情况 因而给南越国造成了不变 如今 吕氏家族已经被评判 大汉想与南越国重新交好 为了表示诚意 会让前去征讨的大将军周遭撤军 不再追究双方在边境上发生摩擦之事 在信的最后 刘恒诚恳地说 他希望赵驼能不计前嫌 恢复与汉朝的关系 为此 他专门派出使臣出使南越 请南越王耐心听使者的解释 作为一国之君 刘恒将姿态放得非常低 南越王赵驼看到刘恒的书信后 心中的怒气消了一半 当他派人打听 得知刘恒在其家乡为其修缮祖坟 并封赏他的亲朋好友后 逐渐打消了怒气 赵驼知道 南越国不是大汉的对手 如果汉朝真的叫起针来 南越就会面临灭国的风险 此前之所以选择称帝 是因为旅后欺人太甚 他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 如今 新上任的大汉皇帝如此尊重他 这让他改变了想法 后来在大汉使者的劝说下 赵驼同意放弃称帝 重新对大汉俯首称臣 这种结果是一个双赢的局面 刘恒不费一兵一卒 仅凭一封书信 就让南越王俯首称臣 充分体现了他出色的外交能力 此事也让朝堂大臣们充分意识到 刘恒虽然年龄不大 但却是一位有真材实料的皇帝 自此之后 刘恒的地位算是彻底稳固了 解决完南越国的争端后 刘恒又发现了一个问题 很多受封的诸侯并未到自己封地居住 而是扎堆留在长安 诸侯们之所以不想前往封地 是因为大部分诸侯的封地 都是穷乡僻壤 有的诸侯仅仅是一个乡侯、亭侯 就相当于现在的镇长和乡长 相较于长安这种国际大都市 诸侯们自然不愿意到偏僻的封地生活 按照大汉律法 诸侯受封后 便不再接受朝廷的俸禄 他们的吃穿用度都需要封地来提供 因此 诸侯们的物资需要从所在诸侯国运输过来 这不但造成了浪费 也让诸侯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攀比风气 一时间整个长安都透露着奢华 这种劳民伤财的事情 让刘恒十分气愤 于是他下令 凡是在京城没有任职的诸侯 必须限期搬离长安 否则严惩不待 皇帝的命令需要人来执行 执行命令的最佳人选就是丞相 不巧的是 文帝二年 丞相陈平一病不起 不久后便去世 陈平的死让刘恒颇为伤心 陈平在历史上的口碑并不佳 因为他过于钻研阴谋诡计 有些计策违反了人伦刚常 导致了世人的反感 刘恒对陈平的某些行径 也颇为不迟 但作为一名政客 陈平是非常优秀的 他能切切实实地帮皇帝分忧 陈平的去世 让刘恒略感力不从心 此时 他需要一位能驾驭群臣 且能帮他分忧的人担任丞相 思前想后 刘恒想到了周伯 并重新任命他为丞相 面对皇帝的召唤 周伯欣然前往 之前 周伯请辞丞相之位后 内心十分后悔 他感觉自己太冲动了 于是积极等待东山再起的机会 此次出任丞相 周伯明只要承担 把各路诸侯赶出长安的任务 但他还是接受了 毕竟当丞相的机会不多 如果错失了机会 这辈子也就与仕途无缘了 刘恒恰巧利用了周伯这个心理 因此 他将他顶到前线 处理诸侯的问题 周伯上任后 积极地为皇帝卖力 软硬兼施地将各路诸侯驱离了长安 此举让他重新赢得了皇帝的信任 同时也看出 刘恒在御人方面完全不属于刘邦 正所谓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刘恒积极施政的时候 大汉接连出现了两次日食 长沙一带也发生了大地震 在那个时代 这些现象都被看作是不祥之兆 一时间民间流言四起 很多讨论直指刘恒 认为是他施政不当导致的 为了消除不利影响 刘恒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没有把各种不祥之兆归咎于他人 也没有进行各种封建迷信来祭天 而是下了一份罪己诏 他昭告天下 说天下之所以出现各种自然灾害 根本原因是他做得不到位 德行没有达到上天的要求 对此他要负全部责任 为了增加自己的德行 刘恒做了三件事 第一 减轻百姓的税负 第二 约束自己的言行 第三 广开言路 他号召天下人来批评自己 任何人只要觉得 他这个皇帝有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都可以提出来 刘恒发布的这份诏书 并不是纯粹的政治作秀 在广开言路方面 他真心能听取民间的意见 为了让大家能够畅所欲言 刘恒还废除了秦朝 便存在的诽谤罪和谣言令 有一位名叫假山的人 给刘恒洋洋洒洒 写了两千多字 在其中尖锐地指出 汉文帝应该戒掉打猎的爱好 把心思全部放在治国上来 刘恒身为大汉皇帝 平时并无不良爱好 唯一喜欢的消遣活动 就是出去打猎 而且打猎的同时 也并未耽误国家大事 可假山偏偏逮住 刘恒这个爱好 进行大事批判 并将其与王国之兆联系起来 刘恒看完这片劝戒文后 不但没生气 还接纳了假山的建议 尽可能地不出去打猎 自从假山开了 劝戒的先河后 各路劝戒书信 不停地涌向刘恒案头 对于有用的部分进行采纳 对于无理取闹的部分 刘恒也不进行追究 纵观华夏数百位帝王 夏兆广开沿路的帝王不在少数 不过真正能做到虚心纳建 事后不进行打击报复的并不多 刘恒的表现 是非常值得敬佩的 在广开沿路的同时 刘恒非常善于发现人才 其中大名鼎鼎的贾义 就是刘恒一手提拔起来的 贾义成名时年仅18岁 著名文章《过秦论》 就是出自贾义之手 贾义在治国的过程中 为刘恒提了大量建议 对此 刘恒基本上都照单全收 按照贾义提出的方案执行 并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刘恒非常欣赏贾义 为了进一步重用他 刘恒本打算将其提拔至 三宫九卿之列 三宫九卿是国家核心权力职务 周伯、冠英等一众老臣 得知刘恒准备提拔贾义至公卿的消息后 纷纷站出来反对 周伯等老臣们认为 他们在战场上厮杀了几十年 才得以位列公卿 贾义只是一个矛头小伙 只会成口舌之快 没有资格和他们平起平坐 为了贾义一事 朝堂老臣和刘恒 僵持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 这件事的核心 说白了 就是职场上的老人 不想让新人进来瓜分利益 此次刘恒选择了妥协 他没有提拔贾义 反而将他贬到了长沙 木秀鱼林 封闭催之 在华夏传统文化中 有时候太优秀也会是一种错误 遗憾的是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现在 周伯将贾义排挤出去后 内心沾沾自喜 鞠躬自傲的老毛病再次显现出来 刘恒是一个人后的人 但内心也有霹雳手段 此时 周伯已经帮他完成了 驱赶诸侯出长安的任务 于是 刘恒打算将周伯拿下 为此 刘恒动了一番心思 当初在平定吕氏家族的过程中 刘彰和刘兴居兄弟俩立下了大功 当初 周伯在拉拢他们兄弟俩的时候 曾承诺 只要平定了吕氏家族 就会全力推荐刘彰为赵王 刘兴居为梁王 但吕氏覆灭后 周伯只顾着自己抢功 把答应刘彰兄弟俩的事情抛之脑后 对此 刘彰兄弟俩颇有微词 刘恒得知刘彰兄弟俩对周伯的怨言后 准备加以利用 此时 大汉国内诸侯王的形势有所变化 习王刘湘因病身亡 其他诸侯王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生老病死 刘恒决定重新分封刘家子弟 在分封刘彰兄弟问题上 刘恒并未直接做决定 而是把问题抛给了大臣 询问群臣应该把他们兄弟俩分封到何处 按照一般规律 齐王刘湘死后 应该将其弟分给刘彰兄弟中的一人 然后再拿出一块封地给另外一人 但周伯却建议将其弟一分为二 分别分给刘彰兄弟 周伯提出这个建议后 其他大臣也跟着附和 刘恒听完内心大喜 他本就想将其弟拆分 但又不能明说 害怕刘彰兄弟俩对他不满 于是 刘恒利用刘彰兄弟和周伯之间的矛盾 借众人之口 说出了他希望看到的方案 刘恒采用周伯提出的方案后 不会引起刘彰兄弟的反心 还能分裂他们与周伯之间的关系 周伯的行为引起了刘彰兄弟的不满 于是 他们联合其他官员起来联合抵制周伯 他们批评周伯贪功冒进 喜欢打压有能力的年轻人 一时间 朝堂上下都对周伯充满了怨言 刘恒眼见周伯失势 以清理朝堂的名义霸了周伯的相位 并让他离开长安 返回他的封地居住 周伯见自己已经成为众矢之地 只能灰溜溜地离开 在这个过程中 刘恒成功拆分了棋地 并借他们之手将周伯赶了出去 同时又避免了刘彰兄弟对自己的不满 可谓是借刀杀人 一箭三雕 周伯被罢相后 刘恒任命贯英为丞相 就在此时 北方传来了战事 之前与大汉保持和平的匈奴 再次又开始蠢蠢欲动 多次越过黄河屠杀汉民 刘恒收到战报后 决定和匈奴宣战 并派丞相贯英挂帅 率领八万精兵前去击退匈奴 之所以派冠英挂帅 是因为他是武将出身 曾跟随刘邦东征西陶 有着丰富的战斗经验 此次是刘恒登基以来 首次对外作战 不容有失 而冠英被任命为丞相后 也想用一场胜利 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于是欣然领命前往 为了鼓舞三军将士 刘恒亲自到前线进行慰问 就在刘恒在前线靠军之际 吉北王刘兴居突然造反 刘兴居之所以造反 深层次原因是 对此次封王表示不满 直接原因是 他的哥哥刘章去世了 刘章的死法很有意思 他是被自己活活气死的 之所以生气 是因为感觉刘恒在分封的时候 没有充分满足刘章的要求 死后不久 刘章便不断地生气 最终郁郁而终 刘章的死让刘兴居痛心疾首 他把刘章的死归咎在刘恒身上 于是趁匈奴作乱 选择了造反 只不过刘兴居自身实力太弱 又缺乏足够的战斗经验 当刘恒派大将军柴武前去堵截后 刘兴居没抵抗多久 便全线溃败 他也失手被擒 刘兴居是刘邦的亲孙子 柴武抓到刘兴居后 没有当即处死 而是打算押回京交给刘恒处理 刘兴居自知死罪难逃 于是在囚车中 用双手将自己掐死 比起能够忍辱负重的父亲刘肥 刘章兄弟俩只能算得上网汉 刘肥一共有十个儿子 随着刘乡 刘章和刘兴居相继去世 还剩下七个儿子 刘恒为了安抚剩下他们 不但没打压他们 反而对剩下的七七个儿子 给予后代 防止他们重复 刘章兄弟俩的悲剧 此番灌阴挂帅 出征匈奴 并未与匈奴大规模交锋 匈奴得知汉军讨伐的决心后 便主动撤退 边境再次回归宁静 匈奴范边和刘兴居 叛乱事情解决后不久 刘恒又遇到了一个麻烦 此次给他制造麻烦的是 刘邦的妻儿子 刘恒的弟弟 淮南王刘长 在刘邦的八个儿子中 大多数都遭到了 吕后的迫害 即便是皇帝刘恒 当初也受到过 吕后的威胁 而刘长之所以 没受到吕后迫害 是因为他是被 吕后一手带大的 刘长是刘邦 一夜情留下的种子 当初 刘邦北伐匈奴班师 回朝的途中路过赵地 时任赵王张敖 是刘邦的女婿 当时 张敖并未与刘邦女儿 鲁元公主成婚 刘邦对张敖的态度 也非常一般 甚至有些反感 张敖为了讨好刘邦 将自己的小妾赵姬 送给了刘邦 经过刘邦的一夜宠幸后 赵姬怀孕了 但刘邦并未将赵姬带走 甚至忘了赵姬的存在 后来 张敖的手下造反 导致连同张敖赵姬在内的多人被抓 赵姬的弟弟赵姬为了营救赵姬 辗转找到吕后的情人沈一姬 赵姬给了沈一姬一大笔钱 希望对方能施以援手 沈一姬自认为和吕后的关系不一般 便收下了这笔钱 此事由于涉及到谋反 吕后也不敢插手 沈一姬没能帮赵姬脱困 但也没把钱退回 后来 赵姬在狱中产下一子 就是刘长 后来 赵姬得知赵姬寻求沈一姬帮助吴果后 不堪受辱的他 选择了自杀 赵姬自杀后不久 张敖便洗刷了冤情 此后 刘邦得知赵姬怀有龙肿的事情 内心懊悔不已 为了弥补过失 刘邦把刘长交给吕后抚养 基于这层关系 刘长才没受到吕后迫害 由于从小在吕后身边长大 刘长的性格也非常火爆 以至于成年后的刘长 经常做很多出格的举动 被封为怀阳王后 她更是在封地内无恶不作 后来 刘长得知 沈一姬收钱没有办成事的事情 于是 把母亲赵姬的死 怪在了她头上 吕后死后 沈一姬便失事 有一次 刘长来长安拜会刘衡 当刘长路过沈一姬府邸时 怒火中烧 直接闯进去 将沈一姬活活打死 刘长行凶后并未逃跑 而是来到刘衡面前主动认罪 并列举出沈 一姬非死不可的理由 刘衡平时也不喜欢沈一姬 在她登机之前就听说过 沈一姬联合吕后作乱的事情 刘衡一直想杀掉沈一姬 苦于没有足够的理由下杀手 所以 眼见沈一姬被杀 刘衡只是训斥了刘长几句 然后便将刘长释放 刘长获得自由后 急忙离开了长安 刘长走后 刘衡不但没有对他进行追责 反而派人去追查沈一姬 并将沈一姬在旅后时期的 所作所为翻了出来 通过这次追查 很多与沈一姬有联系的人都被抓捕 刘衡的这个举动是非常不明智的 一方面纵容了刘长的嚣张跋扈 另一方面也让大臣们感到威胁 皇帝翻前朝旧账 并不是一个理智的行为 刘衡虽然是一代明君 但不是一个圣人 况且即便是圣人也会犯错 很快 刘衡对刘长的纵容就换来了恶果 公元前174年 淮南王刘长举起了谋反的大旗 矛头直指刘衡 之前 刘长在长安杀死沈一姬后 他见刘衡不但没有惩罚他 反而处处庇护 于是更加嚣张跋扈 刘长回到淮南后变得忘乎所以 他出行的时候 要求随从阵仗和皇帝保持同样的规格 按照汉朝的理智 他这种行为属于大逆不道 刘衡得知此事后 非常生气 于是下诏训斥刘长 让其改过自新 面对皇帝的训斥 刘长的表现 俨然是一个被惯坏的孩子 他不但没有意识到错误 反而声称 要辞去淮南王之位 回家为母亲召集守墓 刘衡知道 刘长身世可怜 便没有继续追究 这样助长了刘长身上的骄横之气 刘长见皇帝都不能奈何他 于是在封地内另起炉灶 废掉大汉的法规 根据自己的喜好 重新制定了一套法规 并赶走了朝廷指派的官员 自己设置官吏 刘长的种种行为 放在他人身上 早已经是死罪了 但刘衡心疼乡自己的弟弟 没舍得动他 为了让他迷途知返 刘衡让伯昭写信 劝告刘长 伯昭在信中苦口婆心的开导 劝解刘长 希望他能遵守律法 明白刘衡的苦心 否则会为自己引来杀身之祸 刘衡的苦口婆心 没有换来刘长的理解 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心理 刘长不想收敛自己的行为 但又害怕受到惩罚 此时他脑海中冒出一个大胆的想法 造反 如果造反成功做了皇帝 天下再也没有人能约束他 下定谋反的决心后 刘长便开始密谋造反事宜 在身边人的鼓动下 刘长打算北通匈奴 南连敏玉 对大汉形成夹击之势 势必一举造反成功 但刘长在与他人传递书信的时候 出了差错 书信被守官汉军截获 并火速呈给了刘衡 刘衡看完书信后心痛不已 但此时的他仍打算给刘长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 他没有派人抓捕刘长 而是去抓刘长身边的官吏 想借此敲打一下他 刘长害怕引火烧身 事先把与之密谋造反的官员杀掉 以此来对抗调查 刘长的种种举动让大汉朝臣愤怒不已 寻臣纷纷上书 要求抓捕刘长进行调查 刘衡迫于无奈 才将刘长召进长安 并派人进行审问 此次审问由新任丞相张仓领衔 张仓是个比较耿直的人 他把刘长为非作乱 试图谋反的事实调查得很清楚 并整理好交给了刘衡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 寻臣集体上奏要求处死刘长 但刘衡没忍心杀他 而是将他发配到蜀郡岩道县 并允许他携带十名嫔妃共同前往 刘长知道 自己被发配的消息后 一时之间无法承受巨大的心理落差 在发配的路上选择绝食而死 刘衡得知刘长的死讯后嚎啕大哭 他担心刘长的死 让他背上杀地之名 损害他人后的形象 此时有人建议刘衡 杀掉当初主张诸杀刘长的大臣 这其中就包括 当朝丞相张仓和御史大夫冯靖 刘衡虽然担心自己的形象受到损害 但他不是傻子 丞相和御史大夫是国家栋梁 杀掉他们相当于动摇国本 最终刘衡下令将沿途负责给刘长送饭的人 全部斩首 把刘长的死全部归咎于他人 为了进一步体现人后 刘衡下令后葬刘长 并安排三十户人家为其守募 为了进一步消除影响 刘衡又将刘长留下的四个儿子 全部都封为诸侯 看到这里 你或许会觉得 封建时代的明君 他身上的人后 只针对于某一些特殊群体 当普通百姓和这部分群体产生利益冲突时 百姓会毫无疑问地成为牺牲品 刘衡之所以如此厚待刘长的后人 一方面是因为他人厚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和刘长都是刘邦的亲儿子 当初在拥立皇帝的时候 刘长和他拥有同样的机会 但最终 刘衡成为了皇帝 由于皇位来得太容易 刘衡心里也不踏实 一旦他对刘长不好 就会被认为刻意打压刘长 消除对自己皇位有威胁的人 这也是刘衡一直纵容刘长 并在他死后 后代刘长后人的原因 人君的标签让刘衡背上了沉重的包袱 为了维护人君的名声 一些无辜的人也成了牺牲品 对于刘衡后代刘长后人的举动 被贬到长沙的假意认为非常不妥 他上书告诉刘衡 应该对刘长后人斩草除根 对他们大肆封赏 只会留下隐患 假意的这个见解是非常客观读到的 后续发展也印证了假意的观点 但刘衡对假意的劝说不可制否 而是继续后代刘长的子女 解决完刘长的问题后 北方匈奴传来了消息 匈奴的传奇首领莫读蝉鱼病逝 他的儿子老上蝉鱼继位 当初莫读蝉鱼和刘邦 发生过大规模战争 并将刘邦困在白灯山七天七夜 后来刘邦为了西式宁人 以和亲的方式来安抚莫读蝉鱼 双方维持了几十年的稳定 如今老上蝉鱼继位 刘衡不想和匈奴发生摩擦 还打算采用和亲的政策 于是从刘家子弟中挑选出一位公主 准备送去与老上蝉鱼和亲 为了保证公主能够顺利到达匈奴 刘衡派宦官钟行月负责护送任务 钟行月是燕地人 熟悉匈奴内情 而且口才极佳 但他不想接这个苦差事 多次要求刘衡另派他人前去护送 但刘衡坚持让钟行月前去 钟行月不敢违抗命令 但内心因此生出怨恨 钟行月护送公主来到匈奴后 老上蝉鱼看到公主的美色十分满意 他草草地举行了一个欢迎仪式 就迫不及待地把公主带到营帐中寻欢作乐 钟行月完成护送任务后 本应该返回汉朝向皇帝复命 但钟行月一直对刘衡强迫他护送公主前往匈奴一世耿耿于怀 由于他是宦官 没有子嗣在大汉 于是干脆选择了投降匈奴 钟行月投降匈奴后仍不解恨 他打算帮匈奴强大起来 以此来对抗汉朝 为了破坏汉朝和匈奴之间的关系 钟行月说服老上蝉鱼 全面去除汉话痕迹 防止匈奴被汉朝文化侵蚀 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 老上蝉鱼采纳了钟行月的建议 禁止部落内部使用汉朝送来的东西 也不准学习汉朝的文化礼仪 钟行月劝老上蝉鱼 把所有精力都放在强大武力上面 时刻准备对汉朝发难 一个宦官因为对一次攻势安排不满 就联合外族来攻打自己的国家 这种度量也是小到了极致 在钟行月的辅助下 老上蝉鱼加大了对汉朝的侵扰力度 使得北方边防压力非常大 由于钟行月从中作梗 使得之前的和亲政策逐渐失效 为了解决匈奴问题 刘恒召集群臣来商讨对策 但大臣们已经习惯了利用和亲来保平安 除此之外 想不到很好的方法 此时在朝中任职的朝错 给刘恒提了几个建议 这几个建议并无特别高明之处 但汉文帝还是采纳了 在朝错的建议下 刘恒根据匈奴的作战特点 来制造出不同的武器 为了解决长途作战的问题 刘恒下令把一部分居民迁到边境居住 这样既解决了兵源问题 也解决了粮草补给的问题 朝错在建议中还提出一个大胆的观点 为了长期解决军费问题 他认为可以实行卖官制 只要有人愿意出足够多的钱 就可以获得官职 此前在汉惠帝时期 曾经允许花钱买爵位 但不允许买官 如今直接建议放开官职买卖 无异于是一个大胆的举动 从国家治理层面来看 允许官职买卖 短期内会获得一定的收益 长期来看会造成国家混乱 但刘恒居然采纳了朝错的建议 还因此对朝错大家赞赏 朝错也因为积极现言得到了重用 此后 刘恒全面下令实施朝错的建议 并在最开始的几年里 取得了非常理想的效果 但好景不长 公元前166年 匈奴突然集结了十几万大军 对边境发起攻击 劫掠了大量百姓和牲畜 并派出轻骑兵一路南下 形势十分危急 刘恒收到紧急军情后 立马派出十万大军兵分三路前去据敌 为了鼓舞士气 刘恒本打算御驾亲征 但伯太后担心他的安危 将其拦了下来 后来 刘恒在冯唐的建议下 重新启用云中郡太守魏尚 此前 魏尚在担任云中郡太守时 为了给士兵们争取更多的奖赏 向朝廷谎报战功 因此被革职下狱 但魏尚在被革职之前 将云中郡治理得井井有条 士兵们各个斗志昂扬 匈奴根本不敢犯边 魏尚之所以能够凝聚士气 就是采用大力奖赏的做法 但这种做法需要大量的钱财来维持 当时仅凭云中郡的说服 根本不足以支撑高额的奖赏 无奈之下 魏尚才选择谎报战功 以此来套取朝廷的奖赏 好在魏尚此举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 而是为了抵御匈奴 在劝说刘恒的时候 冯唐引经据点 以战国时期连坡李牧的案例来进行佐证 告诉刘恒要给首边将领充分的支持 才能获得胜利 刘恒采纳了冯唐的建议 并让冯唐持赦免诏书 亲自前往云中郡赦免魏上 魏上被重新启用后 暂时守住了云中郡这道防线 阻止了匈奴再度南下 此时 汉文帝刘恒已经执政14年 在这段时间里 他重新梳理了大汉王朝的发展脉络 在改善民生 增强国防方面做得比较出色 虽然这期间有一些瑕疵 但相较于之前的朝代 刘恒治下的汉朝子民生活压力并不大 缴难完税付后 还有一定的盈余 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古代 百姓一直被统治者们当作牛马 很多时候 百姓只是求一个温饱 如果时局能够稳定一些 不发生战乱 人们就心满意足了 如今大家不但能吃饱 还有一定的盈余 由于刘恒一直主张 采取和平姿态解决对外问题 使得战乱很少 百姓们也不用担心 被征召入伍参军 所以这段时期也被视作华夏历史上 第一个真正的盛事 面对百姓和大臣们的夸赞 刘恒嘴上保持着谦虚 直言自己做的还不够 后来丞相张仓 因为种种原因告老还乡 丞相之位出现了空缺 此时摆在刘恒面前有两个人选 一个是他的小舅子窦广国 一个是御史大夫 申徒家 从能力层面来看 窦广国要比申徒家更胜一筹 而且杜广国更加年轻 但刘恒思索再三没有启用杜广国 因为杜广国属于外戚 之前 吕后大肆加封外戚 导致朝纲祸乱 刘氏江山差点毁于一旦 刘恒还差点遭到外戚迫害 为了防患于未然 刘恒决定任用申徒家为丞相 申徒家是跟随过刘邦打天下的元老 经历过战场的洗礼 为人忠诚可靠 廉洁正直 成为丞相后 申徒家很想大干一场 他需要做一件事情来树立威信 经过再三考量 申徒家打算拿刘恒的男宠开刀 看到此处 有人或许会有疑问 人后的刘恒为什么会有男宠 实际上 历朝历代拥有男宠的皇帝 不在少数 即便是刘邦也有男宠 对于兴趣向正常的普通男性来讲 不可能对男人产生兴趣 但高高在上的帝王 见过太多天香国色的美女 在帝王眼里没有得不到的女人 很多时候 美女已经不能满足帝王的生理需求 她们难免会尝试一下不同的感觉 除了女人之外 一些长相俊美 具备阴柔之气的男子 也会成为帝王的男宠 而刘恒有三个男宠 刘恒最喜欢的男宠 名叫邓通 凭借刘恒对他的宠爱 邓通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后来他不满足于捞财 逐渐把手伸向了朝堂 并干预朝堂大事 对此 寻臣们早已心生不满 只是碍于刘恒的庇护 而敢怒不敢言 申徒家对此颇为痛恨 这天 申徒家入朝面见皇帝 恰好邓通也在场 当申徒家与刘恒 讨论国家大事的时候 邓通在一旁 时不时地插磕打混 申徒家见状 当场要求刘恒严惩邓通 而刘恒则表示 邓通是他的偏爱 不会惩罚他 申徒家回府后 越想越生气 便派人传召邓通 到丞相府上问话 邓通听过申徒家的威名 称病不敢前往 申徒家见邓通装病逃避 再次派人前去通知 并严肃地告诉邓通 如果他不前来丞相府 就请止将其斩首 邓通内心十分恐惧 于是向刘恒求救 一向标榜人后的刘恒 不想因此与丞相闹僵 便让邓通前往 稍后再派人召他进攻 以此来为他解围 得到刘恒的承诺后 邓通便来到丞相府 为了表示尊敬 邓通在申徒家面前脱掉鞋帽 跪下便拜 申徒家一脸杀气地看着他 痛斥他的不当行为 并吩咐左右将他拉出去斩首 就在此时 刘恒派人前来传达口谕 说要召唤邓通进攻商讨大事 刘恒派人之前 特地嘱咐在申徒家面前 要保持谦卑 不能让申徒家起杀心 申徒家眼见刘恒铁了心想 保邓通的性命 便饶了他一命 邓通侥幸活命后来到刘恒面前 刘恒对此非常心疼 为了安抚邓通 刘恒将蜀郡沿道县的一座铜矿 赏给了邓通 在汉文帝时期 民间可以自由铸造钱币 之所以允许民间铸币 是因为当时铸币需要铜矿 而铜矿归国家所有 因此即便允许民间铸币 也几乎对货币发行产生不了影响 刘恒将铜矿送给邓通后 相当于给了他一台印钞机 可以随时印钞拿来花 刘恒之所以如此宠爱邓通 不仅仅是因为他长相俊美 还因为邓通能够让刘恒感受到温暖 刘恒身上一直长有恶疮 起初还能用药物控制 后来必须让人用嘴 把恶窗里的脓吸出来 每次邓通给刘恒吸恶窗的时候 都不会有半点犹豫 这让刘恒很是欣慰 有一次刘恒心血来潮 想看看自己的儿子们 是否愿意为自己吸恶窗 于是赵太子刘恵前来 刘恵本以为吸恶窗并不是难事 于是上前为刘恒吸水 但刘恵低估了恶农的威力 当他把恶农吸到嘴里后 当场忍不住呕吐起来 看到这一幕刘恒才明白 常年给他吸恶窗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后来刘恵得知 让为刘恒吸水恶窗 是邓通的主意 于是便对邓通怀恨在心 太子刘恵是一个脾气 非常暴躁的人 在登基之前 就闯了一次大祸 有一次 吴王刘弼的儿子刘贤 来到长安玩耍 时间久了 便和刘恵成为了好朋友 有一次两人在一起下棋 因为输赢之势起了争执 最后发展为口舌相下 陪同刘贤的随从为了护主 主动上前和刘恵理论 刘恵身为太子 从小就娇生惯养 几乎没人敢忤逆他 他见刘恵的下人都如此嚣张 于是怒从心起 抄起棋盘 将朝刘恵的头砸去 刘恵被砸中 并不幸死亡 刘恵此举无异于捅了马蜂窝 听完儿子的死讯后 吴王刘弊本打算造反 刘弊是刘邦二哥刘仲的儿子 刘弊的封地吴国 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地方 不但占据着盐田 还有大量的铜矿 财力几乎能与大汉相匹敌 从客观层面来看 刘弊完全有造反的实力 不过在他人的劝说下 刘弊暂时压制住了怒火 选择与刘恒握手言和 但刘弊内心已经种下了谋反的种子 只要时机合适 就会举起反旗 刘恒知道 刘弊只是面和心不和 因此处处提防 刘恒本想将刘弊这个威胁打掉 精力有限 此时刘恒主要面对的问题是匈奴 此前通过和亲和加强戍边的方式 匈奴问题得到了缓解 老上蝉鱼因为能从汉朝 获得稳定的利益 也减缓了侵扰 但好景不长 两年后 老上蝉鱼病逝 他的儿子君臣蝉鱼继位 起初 君臣蝉鱼继续维持 与汉朝的和亲政策 但忠行越从中作梗 说动他放弃了老上蝉鱼 与汉朝之间的友好政策 并于文帝22年派出六万骑兵 攻入云中郡 一路烧杀抢掠 让边境百姓生灵涂炭 面对匈奴的反悔 刘恒当即派人兵分三路前去支援 三路将领分别为 刘李 徐丽和周亚夫 刘李是刘邦弟弟刘娇的儿子 徐丽则是刘邦一朝的元老 大名鼎鼎的周亚夫则是周伯的儿子 此三人都是刘恒的心腹爱将 颇得刘恒信任 为了鼓舞士气 刘恒打算到前线靠军 不过此次靠军有些特殊 因为刘恒并没有事先给他们三个打招呼 与其说是靠军 不如说是突击检查 刘恒先来到刘李和徐丽的军营 当他亮出皇帝的身份后 士兵们便火速打开了城门 让其进入 当刘恒来到周亚夫军营时 却被看守的士兵拦了下来 而且看到刘恒到来后 两边的弓箭手立马粘弓搭箭 随时准备射击 此时刘恒身边的人 告知守城士兵是天子前来巡查靠军 但守城士兵则表示 他们在军中只听周亚夫的命令 后来刘恒亮出天子夫节 并派人前去给周亚夫传口谕 守城士兵得到命令后 才予以放行 随后刘恒的车队到达了军中 由于马匹跑得太快 一旁巡逻的士兵立刻上前告知 军中不允许马匹及持 刘恒内心有些不开心 但依然吩咐随从照做 得知刘恒来到军营 周亚夫并未出门迎接 而是身穿铠甲 在军中坐镇指挥 刘恒见周亚夫没有前来迎接 便主动前往找他 周亚夫见到刘恒后 自称铠甲在身 不能下跪叩拜 只能以军礼迎接 这一番操作让刘恒目瞪口呆 虽然他在周亚夫军营 处处受到为难 但离开之后 对周亚夫赞不绝口 对于刘恒和徐立的行为 进行了批评 此次 靠军再次让刘恒 收获了人后之名 同时也让周亚夫声名雀起 眼见汉军摆出如此大的阵仗 军臣谗宇选择了撤军 汉军见匈奴撤退 也颁师回朝 回朝后 刘恒提拔周亚夫为中尉 此后 周亚夫开启了步步高升之路 此后不久 天下发生旱灾 为了度过灾情 刘恒在开仓放梁的同时 还颁布诏令 让诸侯不要再向朝廷进贡 因为进贡的压力 归根结底来自百姓 同时解除了百姓开发 山林湖泊的禁令 给百姓多一条生路 在自我约束方面 刘恒减少了宫中各种开支用度 并裁减了一些冗余的官吏 这次赈灾举措 是刘恒一生执政生涯的一个缩影 类似此类的惠民政策 几乎隔三差五就会颁布 不过人的寿命是有限的 公元前157年 当了23年皇帝的刘恒 一并不起 最终去世 在去世之前 刘恒把太子刘启叫到身边 告知他一定要重用周亚夫 对于即将死去这件事 刘恒看得非常从容 并未在座无谓的挣扎 他吩咐 死后不要对他进行厚葬 以免给百姓造成不必要的负担 在为他扶桑期间 不要禁止民间正常的结婚嫁娶 也不要发动百姓前来哭记 对于宫中的嫔妃 愿意留下的就继续待在宫中 不愿意留下的就给予一笔钱 让他们回乡 不要阻拦他们改嫁 纵观汉文帝刘恒的一生 他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惊世伟业 但一直在默默戏无声地耕耘 对内尽量给百姓减轻负担 对外尽量避免战乱 对待臣子诸侯尽量保持宽容 实施一段时间的人证 大多数帝王都能做到 终其一生都在实施人证 能做到的人凤毛麟角 而刘恒一生都在践行人证 这种韬光养晦的政策 给大汉铸牢了基础 同时也让黎民苍生得以喘息 客观来讲 汉文帝无愧于明君的称号 感谢观看